另一方面针对内阁在上个星期通过对特定领域重新开放聘请客工的决定 四方部长级会议已经准备好一套全新的标准作业程序 只带人力资源部和内政部汇报进展确定客工的配额数量 国防部部长拿杜斯里西山木丁在国会召开记者会指出 内阁是在12月10号召开的会议中批准种植业 农业 制造业 服务业 采矿业 建筑业和邦庸服务领域引进客工 而四方部长级会议负责制定一套安全措施 在我国实施复苏计划期间引进更多人力 以舒缓工商业界因为客工短缺 难以复苏的窘境 西山木丁表示新的标准作业程序已经完成 接下来将由内政部和人力资源部组成的客工管理联合委员会 拟定配额和人数 另外四方部长级会议也针对圣诞节和大宝森节提成防疫指南 具体详情将在近期公布 西山木丁透露圣诞节的防疫指南将聚焦在祈祷仪式 民众上门互访 现场表演 报家音以及圣诞市集的范围 至于大宝森节则会专注在庙宇的祭拜仪式 游行庆典和摊贩市集 卫生部 警方 国家团结部和活动主办单位 也会针对活动空间 游行路线以及后勤需求进行实地考察 马西社电视 采访报道